原因就是刺不住速度 幾對日本的男子組合 以這對是最慢的 真的這麼巧成功 有時他們的防守 不是太好 這球球 但反應也沒有 再加上 在發折法方面 也有很大的距離 因為發折法 如果你處理什麼 你吸液比較低的組合 就會更加難打 如果發折法 處理不好 就低吸液的運動員 這方面做得好 也有機會是偷氣 或者是先領先 令到水平高一點的運動員 有時也會受到影響 好 放開來打 有一點遇上不當的效果出來 以為很快到20 頂一分 頂一分 站下對局 都是成功拿分 很多時候拿分 都是祖村在前面開球 比較好一點 因為他的技術方面 比較全面 還有位置感 就比阮藤大友好 第二次的位置感 第二次的位置感 真的… 好,七個比賽 浪費一個不要緊 還有六個在手 好 好… 好… 既然很快 這次的對角 又拿分 直接拿分 第一比賽 無論是發折法 和速度很科技 韓國隊的形勢 攻防能力 都不會輸得到別 所以形成這場波 都輸第一年左右 在第二局,日本隊會有其他戰術招架 二燒達,消化煤片,提提你 6月19日就是父親節 快點準備哄爸爸開心吧 分組賽出線強舉 直闖淘汰階段 一場過激戰 看看哪一隊不能留下 美洲金杯賽,半準決賽 星期六及星期日深夜 Now Sports 4,現場直播 一、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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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隊要面對疫境的轉變 但如果你說反方的決定 就真的不知道怎麼變 特別是今天鄭在成對比弘大 除了發揮好之外 在戰術的可以做到的變法 肯定會比日本隊更多 一來一個開球就失誤了 一、二、三、二、三 我想日本隊如果想打招一招 我想首先第一個要做 就是速度要提升 尤其是在前面 這樣就打招一招 就算他拿不到 也不看他才能拿回的氣勢 如果你拿不到前半場 基本上就不能打 因為很明顯地 這隊日本組合的防守方面 並不是這麼好 尤其是軟騰大友 他的防守就流動比較大 所以肯定一定要搶網 肯定一定要先提高速度 李先公又不行 剛才你龍大 球打到網 扔下去 球還沒有落地 已經領著面 鄭在成握手 很有信心 都是掛著後腿 就不敢騙前 一、三 二、三 這次 剛才他剛才 就工作了方向 工作了 這次 他說在前面 他他的防守 是比較好 2比3 還是要搶網 我真的要把握好 因為祖村在前面是比較好一點的 因為始終阮藤大友在前面 那個意識就不是那麼強 因為在前面搶一搶 搶一搶 都還有一線的生機 這個超賞 新賢 這次中2比3比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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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6比4比5比4比4比4比5比5比1比4比4比3比4比5比5比 那時候好像是 如果我沒有記錯 就是剛剛雙月之後復出的 可能在整個比賽中復復 還可以回來 嗯 他們可以玩的 在整體實力來說 應該來說 這隊球和日本的組合都有一段距離 雖然他們的團員是十五 也不錯 但是從剛才第一局相關球員的對陣 看到日本隊是跟不上速度的 現在問題是 橫角隊贏了一份 如果日本都夠膽去唱 夠膽去拚火的話 我相信 也有機會是拚一拚可以拿到一 都不行 但如果前面是輸的話 就應該2比0的機會 應該都很大 他剛才接發就是祖村元一 他在發接發方面就不會輸太多 但最糟糕就是兩位一邊球手 不在平白禮方面 開 好 好